字幕提供 這個項目基本上叫做自由小屋 就是移動的小屋的作品 這樣 那這個小屋它基本上是 調查台南的這個鴿子屋的工法 然後呢 這個鴿子屋其實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到處都存在 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去捷徑它 那這對我來講是一個 蠻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說其實我們一般在社會裡面 對建築物的認知 往往就是這些混泥土的房子 或者是這些高樓大廈 那事實上 建築其實有無限多種可能的想像 那譬如說 以這個鴿子屋來講 它其實不單是給鴿子住的 它也是人可以用的 所以這個自由小屋 它基本上就是把一個 我們一般認為是給鴿子住的小屋 把它改版稱是人可以用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的大部分的這一些 遊移著小屋的創作 其實跟我的譬如說像我的繪畫 或者說我在做一些非營利的事情 其實這背後都有一個 蠻共通的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我稱之為大量交織 主要就是希望說 創作的這些物資 譬如說以一個小房子來講 對我來講它像是一個媒介 那這個媒介它其實主要是希望 讓更多 原本互相不認識的人 或者說人群 然後他們因為這個小屋的存在 而互相有機會可以接近認識 然後產生一種新的一種社交上的關係 那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認為說整個當代的這種 文化跟藝術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創作要對我來講有意義的話 其實它就是能夠把 原先非常斷裂 陌生 然後沒有連結的人事物 能夠把它傳接在一起 那大概是我這個創作 我主要的核心思想